我們來看一下這個BioTank 那這個BioTank 這個生物技術其實跟很多的科技一樣 跟食衣住行育熱的科技一樣 其實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那當然比較明顯的發展 就跟大概是一萬年節 新時期時代左右 為什麼 因為開始有了農業畜牧 種植 柴積 你就有可能會得到一餐吃不完的食物 對不對 以前的話不是就這樣鬼鬼祟祟的 然後跟著大野獸後面 然後他吃剩餘去剪點來吃 對不對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早期人類的個性是很退縮跟畏缺 有的感怯 害怕 就是還是你不願意 往事不看回手 對啊 不然怎麼活了下來 那你在野外的話 你又沒有跑得比較快 你又沒有叫得比較大的時候 你力量都沒有比較大 你憑什麼 對不對 就到最後是憑什麼 憑這一顆腦袋 使喚的兩隻手運用的工具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簡單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不管你這個 所以呢 他竟然能夠獲得了超過一餐的食物量 所以接下來你就想辦法要保存他 所以一開始的生物科技 就可能跟食物保存有關係 後來你再怎麼保存他還是壞掉 對不對 他壞掉了你就什麼 有時候就捨不得丟 看你就吃了 有人就死了 然後 有一部電影叫 古魯家族 他的英文要怎麼唸 就是 古魯嘛 古魯又很像魔戒鹿 算了算了 我不知道我亂唸 古魯 有知道古魯家族嗎 沒看過沒什麼好遺憾的 他其實不是就有講嗎 怎麼這一家人 什麼什麼被野獸吃掉的 這一家人吃到壞的食物 怎麼把他肚子吃掉 然後直接講 他就發現全食王子在那裡沒吃 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他沒吃 因為他爸很緊張 然後就躲在洞裡面 然後就塞起來 還沒看過沒什麼好遺憾的 然後裡面的話有一個女的角色 就有一個女兒 他不甘於平凡 他不希望人生就這樣過去 他這樣不叫做活著 就是沒有死 就跟 我沒有跟女班講過 就跟很多班級 現在還裝在花粉裡面的玉米沒有過 人家都已經長到那麼高 都解玉米 然後接下來都已經要死了 你的人還維持這麼小 你是怎麼讓他這樣子 Forever Young 你怎麼讓他這樣子 動靈 他怎麼就一直維持 這麼年輕的樣態 為什麼 所以我沒有跟你講過嗎 那個蘿蔔跟玉米被你們這樣一種 他不算我 就只是沒有死 我這樣講過 好算一算 我就要 那些生長甚至改音 我沒有設定啊 沒有生長 算一算 沒有那個沒有生長 不要亂講 我們現在在錄影 我一次都會忘記 不要一直講那種無聊的事 反正其實 吃了會死啦 從講從講 獲得超過一餐的食物量 剛剛你把它剪掉了 我才會剪 我最懶的 其他老師真的會剪 我會懶 好啦 所以其實 就這樣 然後呢 你要保存它 就開始有食物劑 食物保存 就是生物科技 後來再怎麼保存 還是壞掉了 那有人就覺得 這會這樣好可惜 有人就知道什麼好可惜 問起來有沒有可惜 對嘛 有些人就說 不會啊 我覺得還蠻香的 因為每個人不一樣嘛 衝不羞 他就吃吃看 就喝喝看 酒沒想一喝 哇 進入了一種很接近神的酒 彷彿自己漂浮在空中 你知道他喝到什麼 對 因為水果會掉了變成酒 你有過這個經驗嗎 偶爾有一次水果 悶著有一點酒味 應該有吧 沒有喔 好好好 雖然沒關係 所以他們就覺得 這才是太美好的經驗 要不斷追尋 對 神文科技都走到了釀造的產業 從食品保存走向到食品加工 對不對 那最經典的展現 就是在釀酒跟做麵包 這兩件事情上 那到底人類釀酒跟做麵包的歷史 有多久 不知道 有人說七八千年前就有 什麼埃及無壁畫 什麼沙草紙 原來這邊有沙草紙 無壁畫 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聽說很久就有 很久就有 好 那這個釀造產業到現在 還非常的豐富發展 你看那個釀酒相關的產業 還有那個winery 就是酒莊帶動的一些觀光的產業 其實產生很大 不過我們會把那個 歸在傳統的生物技術